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用都是雲端的 包括雲端硬碟這個協作平台 所以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 它會幫你編輯的這個歷程記錄下來 所以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 或者同仁有沒有那個經驗就是 這個文件不小心改錯了 好死不死又關掉又關機 等你下次看到的話 啊這真的改不對 啊這樣怎麼辦 他也不是商調檔案那一種的啊 就是我內容改錯了 對不對有可能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雲端的檔案也可以 頁面也可以 我們可以從這邊 因為這一頁大概沒什麼改過 我回到 我看一下成果報告書 活動計畫好了 好點到這一頁 你看更多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修訂紀錄 好看到了對不對 修訂紀錄 變了 它就會告訴你 哇我現在只有一個版本 在這個一個小時之前 好那我找一下其他的 我看看喔 檢視頁面清單 我看一下哪幾個版本 你看 你在頁面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有哪些頁面 什麼時候編輯過對不對 好我看一下這裡 啊這裡有兩個頁面說明對不對 好你就點一下 你看可不可以還原 你可以點一下第一個版本 看看以前長什麼樣子 甚至比較一下兩個版本有什麼不一樣 確定真的是你要的 你再回到過去 這樣 你了解齁 事實上這個東西也跟我們在這邊一樣 在哪裡 在這裡 叫做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我們這些內容 我們這些內容你看齁 任一個都一樣 它都會有所謂的修訂 有沒有管理修訂版本 所以你可以隨時從這邊看 要不要回覆成過去 所以 今天 你要用雲端 不在於說 它能夠同步你的檔案 能夠同步檔案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重點要多這個功能 對我們才比較好用啦 所以 你可以參考看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一樣 可以 wwww ORGAN